大家好,我是豆豆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男子为了发财和恶鬼达成嫌疑导致老婆被恶鬼欺负的故事 男主大谷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每天除了开出租以外,还会和几个好兄弟一起赌钱 但是大谷的运气很差,每次都会输钱 因为赌博,大谷借了很多的高利贷,又要躲避高利贷 大谷带着一家人搬了家 新搬的房子不仅低帆框场 而且价格便宜 大谷带着家人在这里住了下来 到了半夜,房间里的钟突然响了起来,把大谷儿子吓哭了 但是大谷并没有在意 随后连着好几天钟表都会准时响起 找到大谷一家心神不宁 一天晚上,大谷终于受不了了 他跑到客厅大喊 求求住在这里的脏东西放过自己 自己以后发了财,一定会给他烧纸钱的 晚上他睡着后,隐隐约约的听见 好像有人在耳边说,一八一八 第二天大谷出去送货的时候 看见几个朋友在赌马 他突然想起了昨天晚上听见的数字一八 于是下注买了18号赛马 没想到这一次,大谷赢了很多钱 兴奋的大谷还带着老婆孩子出去吃了顿大餐 晚饭后,儿子突然发了高烧 大谷和妻子带着孩子去了医院 妻子留在医院照顾儿子 大谷先回了家 回家后,大谷发现自己的屋子里 竟然坐着一个男子,原来坐着的这个男子就是房间里的伤东西 这个男子是这个房子之前的主人 他质问大谷,为什么自己帮他赢了钱 他却没有兑现承诺给自己烧纸钱 惊恐的大谷无奈之下 实际上和恶鬼达成协议 恶鬼帮他赢钱 他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分恶鬼一半 从此以后,大谷逢赌必赢 很快就发了财 那天,大谷高兴地请他的好兄弟们喝酒等他回家后 发现自己的老婆竟然被欺负了 鲜血流到了腿上 这一切都是恶鬼干的 老婆绝望之下带着儿子离开了这里 大谷质问恶鬼,为什么要折磨自己的老婆孩子 恶鬼说,是大谷答应他自己所有的东西都要分他一半的 这当然也包括他的老婆和孩子 大谷很后悔,才要停止协议 但是恶鬼告诉他 协议一旦生效,就无法停止 除非大谷死掉 不过,令大谷绝望的还在后面 恶鬼拿走了他45年的寿命 大谷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失去了家人的大谷很后悔 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的贪念才造成的 他决定用死来结束这一切 他用汽油点燃了自己 然后变成厉鬼,去找恶鬼报仇了 全篇结束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脚踏实地才能发大财 投机取巧害的只能是自己 每个人都有贪念 不能因为一时的贪念就做坏事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哦